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跟大家讲讲虚荣心 虚荣心 我们很多人都有 我一定有 因为我以前想做艺人 这些是虚荣 学佛如何克服我们的虚荣心 如果想得到明星和赞誉 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明星 不是学佛 为什么呢?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五仔的广播 五仔的广播 我想最多正评就是佛禅 不多不少都得到少少明星和赞誉 因为说的东西 真是导人向善 没那么八卦 人有虚荣心是好还是坏呢? 将自己的虚荣心 弄烂了之后 你对眼睛会看到什么呢? 如何消除虚荣心 原来一个苦命的人 都是会有虚荣心 虎荣心 虎荣心的根源 财色名食碎 地獄五条根 你不到他 你怎样出来地獄呢? 有很多佛街跟大家讲一下 先解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病入高方 再不解救的话 我怕没得搞了 譬如有个经常来问我感情问题的网友 他没有人认识你 没有人认识你 我就讲你的例子出来 以我理解 你有个老婆喜欢出去追求孩子 是吗? 就是偷吃的 然后呢 经常说到什么都会说完 你又想到犯法 又想到自己搞定自己 什么都会说完 在我的私讯里面 其实呢 说到我觉得最离谱的一点点 我就很想说 拿出来 他就在这里提出柳俊刚 他就说柳俊刚个人这么聪明 又说他是佛教徒都这样 我听到这些位置 我马上就很想丢什么杀马利亚 防止自杀给他 但是呢 我这里解答了你的问题 问题就是 柳俊刚干你什么事呢? 虽然 虽然一个公众人物 是会影响到你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跟别人很熟吗? 你跟他谈过了吗? 你懂不懂他? 他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呢? 你跟他连体英吗? 你跟他的感受会这么一致吗? 是不是呢? 你硬要拿个例子出来 然后去符合你所做的事 行 没问题 大把 但是呢 我会继续看一些 出身很差 然后慢慢很好 那些人 来勉励自己 你拿一些不好的 你以为不好的 就是张国荣够帥子 如果张国荣够帥子 如果张国荣够帥子 都要这样的 全世界有99.9%的人 都要这样的 是不是呢? 你这样拿来说 你自己走入牛角尖里 就是告诉你 你生妄想 那些事不关你事 你生妄想 人生妄想 身在荆棘林 心一动 就全身都是伤 你这个案子 有三个 我说了有三个 其实不是什么佛学 普通朋友 谈谈谈 有个坏女人在这里 非了个坏女人 很多女人 第二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就是做和尚 我永远都不会选择第一个选项 我永远都不会选择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留在身边 我不用你为我改变 我现在就撇你 我然后外面有很多女人 这些不是佛学 这些是普通一个人 尼虎 因为他自己都这么开心 他对着你 还要出去找其他男人开心 是你才能够得住 这些就是业 你还觉得 我要这样 死死死烂 你去收禅定 其实我告诉你 你禅定去到一个境界 你可以把你身边所有的关系 你自己给下去 就是你天生就认识这个人 你自己不知道在哪里 突然间那一刻 很不舍得付出了感情 这些叫做回避损失心理 在经济学叫做 因为你付出过 你结过分 你付出了很多东西 你觉得不值得 我输了 只蝕才叫做赢 是啊 不要跟我说了些无谓的东西 是啊 你的问题 我解答了你的 如果我解答不了你 我也跟你没有缘分解答你 我旁观者称你当局者迷 我帮到你什么 你要自己救你自己 收禅定 和那些世间所有的标签 你是我老婆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这句 和我抹掉它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属于你的 我们本身的肉身也是借回来的 你不喝水三天就拜拜 我们将那些物质去结合自己的生命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来不去的 不来也不去的 没有说哪些是我哪些是他 没有啊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所以自己化就化 不化也没办法 要各种疗法都试过 另外有人问有吸引力法则 他说心想事成 念力和杂气是否属于吸引力法则 杂气是属于龙珠 吴空杂气的元气弹的时候 就叫大家举起手 说文化在那里 给个赞 大家一起支持 消费券派六万元 有没有可能啊 是的 那你就想想吧 念力 其实算是大为潜意识 集气和念力 大家一起祈祷做一件事 吸引力法则不代表 一定要是吸引力法则的 我想喝一杯水 我去拿一杯水 或者我告诉别人 听说我很喜欢吃朱古力 有人送朱古力给我 我有这个想法 然后得到这件事 你可不可以 就把吸引力法则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标签它 我也说 你打拳出来 日本人叫中道政权 泳春的叫日治冲拳 西洋拳的叫直拳 重手直拳 其实都是同一拳 同一拳 他用不同的说法 说出来 吸引力法则那些 有空再跟你说 这些很普通 很基本的东西 基本上 我想我得到 我不想我得不到 我要中乐合彩 我都要到街上买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对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另外有人问五仔 他问五仔怎么可以得到人缘 他说每次和朋友相处一段时间又消失 为什么呢 我也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问错人 不是 但我人缘是不错的 因为我对眼会笑 我对眼有桃花 这个也知道 对不对 那你要和言越识 但你说和朋友相处一段时间就消失 这是正常的 我和OK仔这么朋友 以前他还没跟我工作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都是和他说三次WhatsApp 谈谈谈 人是说缘分的 缘分有多深 每个人都不同 不要常常说人缘 条命有没有 关什么事 世间的事情是你发出力量 如何给你 爱情也是一样的 好像刚才那位说 我老婆欧佬 你够不够胆面对自己的缺点 你够不够胆面对自己的缺点 你够不够面对自己的缺点 你够不够胆面对自己的缺点 你好捺了 你强到自己的缺点 自己有多久弱 一个人对你不住 你也不敢闭上他 我告诉你 这就是对世间的圍杂 亦反映自己当时的心态 不是那么坚强 起好这些女人算是什么 你经常跟他多好多好 想起以前对自己多好 你一定沉船 你想他怎样坏 两下就拜拜 你这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 自己慢慢搞定他 感情问题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跟李隆基一样容易 但李隆基又觉得很难,你又觉得很难 我们不是当局者,当然是轻松 但老实说,在我的感情生活里 如果有哪个女儿对我不住 我转头也撇她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 缘分是自己去制造的 对不对 有人问我 怎样才知道自己是九号人 九型人格里面九号人 他觉得九号人好像很逍遥自在 怎样可以做金牌御用闲人 你要知道做那些九型人格的测试 很多网上都可以做 一至九号人你到底属于哪个号码呢 他好像很好 你是就是了 你可以逍遥自在就是了 最怕你不是 最怕你逍遥自在的时候被人召唤 你为什么 做了什么工作 你没有想过发达吗 没有女人跟你的 很多这些说话 住公屋你就可以了 其实所有事情刚才说的都可以是OK的 但如果你听到不OK 代表你不是九号人 你真的什么都没所谓 他好啊 住公屋好啊 想不可以赚这么多钱 够吃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这样的 这是性格来的 没有分好与坏的 但是你是不是那种人格 你要上网看看 做测试 这种人格其实父母对你没有什么要求 从小到大都没什么要求 所以你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 这个究竟人格是建基于你怎样去招呼你父母的 是不是好事 没有说好还是坏的 你OK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不OK的 我不OK的 我四号人来的 我要能人所不能 是的 我不能够和人一样的 所以就 你的OK不和我OK 有网友说 五仔你从来没有令人失望的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会不会亲手令身边的人痛醒呢 假若他不醒 苦的人是你 那你就不用这么多事 自己因果自己受的 是的 你多事他说你多事 那人有个肉身在这里 有个肉身在这里 他自己会惩罚他自己的 当然 你很想出声的 但是都是多事了 都是多事了 那就是 最怕 因为 最怕没得救的嘛 是的 没得救那怎么办呢 没得救就死了 最多就是死了 但是就 当然自己懂得的 你心痛的 你会心痛的 但是 就是 好像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说 危险 一个女孩去旅行 他有个女朋友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让他去就分手了 他说我 什么什么 账制他自由 但是明知一个女孩去旅行 或者去印度的地方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他说以后 我朋友这样跟我说 他说以后如果他走了 都闻心无愧的嘛 有什么事 但是拦着你做坏人的 那你就立刻分手了嘛 这样的 做人很矛盾的 有些事情 要去到那个处境才知道 我呀 会不会有他痛醒啊 呃 呃 我身边没什么这些人 有的 小时候ok仔的那些事情 他都是自己痛醒的 超 他不是又是那些 有情执跟那个网友差不多 说完一大论的事情 其实就是 你想找个人认同你的做法而已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说你 什么你都不会听的 你真的想找些东西 是不是他也是这样 哪个也是这样 男仔 我常常说四个字给你听 关我什么事 是啊 关我什么事 没有介入别人的恩果嘛 我常说 是啊 那有多少人值得我介入他恩果呢 没什么而已 有些提点就提点 他听就听一句 不听就自己 自己执生了 这个世界 是不是 是这样的了 好 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 似乎好像跟李生有些关系吧 李嘉诚 李嘉诚有没有虚荣心 不算 他不算 李隆基有没有 一定有 哈哈哈 你做娱乐圈的人 是一定贪慕虚荣的 喜欢人拍手掌 喜欢掌声 喂 但是你如果有虚荣心呢 是苦命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人会没有虚荣心的 虚荣心是你小时候慢慢会养出来的 虚荣心我发觉什么时候自己养呢 嗯 那时候世界杯我买到一件假的 又刚刚有A货 A货的巴西球衣 我有得穿他们没得穿 没人知道是A货的 我有 他们没有 总之 或者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带一只Boi Lundon 别人说Boi Lundon 然后我买一只Swatch回去 哇 然后 这些就是虚荣心 小孩子就有了 大过有没有呢 差点有 差点被那个刘公子哄了我做鸭 他跟我说 你进这行你没有虚荣心的吗 你不喜欢名牌的吗 我回答了他那句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型 我那时候20岁出头而已 他想卖我做鸭 应该是做他的鸭 我那时候回答他 我说 我做艺人我不是贪名牌 我想自己做名牌 有什么名牌可以比自己做名牌 没有 对不对 虚荣心 其实 没什么的 你只是在身边做不到那班 你觉得很厉害 我说一个虚荣心 极致的故事给你们听 是出身在我身上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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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谁 经常去听我的东西 记得也算 我又不是开你们名字 对不对 有个人 我那时候已经是做网络艺人 有贪助的 有个人来问我 他说 鸭仔你懂东西 你懂东西 你懂东西 这里的袋 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他问我 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我说 需要八、九千 他说两万 他说两万 我又问他 我穿这件衣服 你又猜一下多少钱 他说 最多还两千 我说不用钱 我说不用钱 不过他给我 九千元 我穿上身 你明不明白分别 这个就是我之前和刘公子说 我要自己做名牌 我不想拿名牌上身 我做到了 然后 放上身的东西 之前有试过 reboot 或者另外一些牌子 也有放过上身 叫做sponsor 但这个也是虚荣 这个也是虚荣 这个也是虚荣 这个也是虚荣心 世间 五欲 所谓财息 名食税 但过得再奢侈 背后的目的 你主要来说 都是想人知道 自己和他人有多不同 我刚才和大家说四个字 能人所不能 我说五个字 用这种满足自己 虚荣心 其实 对于很多学佛人来说 身上有很多 他没有虚荣的杂气 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的 譬如 我们见到 他人能够背诵三部经 我背到五部经 觉得自己比人好 修为比人高 你以为是 你一起那个念 就已经不是了 是的 有些 我在地铁里听过 有个主妻说 听过我去那里吃剂 那里我吃过 那里我吃过 哪里没吃过 吃剂 保莲子去过没有 那里有粉领 那里去过没有 好像很厉害 这些都是虚荣 告诉别人 我自己见多识广 很厉害 修行 又不是讲时间长短 又不是你认识多少经书 这些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智慧 我们经常说菩提 菩提就是说智慧 不代表你懂很多东西 就很有智慧 你读多少经 都没办法说明自己有多少修行 在四十二章经里佛说 西人好像走在一个沼泽里的牛 身上背着很多货物 背着你根皮力揭都不能停下 因为世间的名利虚荣 就好像这些泥林一样 只要你停留了 就会慢慢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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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你背着这些东西上身 你只能够不停再背多些 除非你真的顿悟 学乎令你没有了这种想法 就常言道 福祸无门 为人自焦 所谓那些不好运好运 所以唇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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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自己明知也顾饭,你还不糟糕 虚荣心是好还是坏的呢? 其实好还是坏呢? 有位法师就说 虚荣心对你的修行有没有好处? 你觉得有没有好处? 说个故事 曾经有一对夫妇,家里有三块饼 两个人就割一块,只剩一块 两个人约定,谁先说话就不让他吃 之后就为了这块饼,大家都不出声 过了一阵,有贼进屋 有贼进屋偷东西,抢东西 家里所有东西,贼都拿了 但两夫妻因为先前约定,你眼望我眼不出声 警察看到他们两个一言不发 在老公面前轻薄你的妻子,侵犯你的妻子 老公亲眼见到,不出声 老婆立刻大叫救命啊有贼啊 对着老公说 你神经病啊,我有一块饼 被人搞老婆呢? 对吧? 被老婆被人搞都不出声 老公拍手,傻婆啊 你这块饼我吃了 哈哈 那些人听到这件事,简直觉得是一个大笑话 凡夫之仁 为小名利 故作沉默,扮无所谓 耐心了 其实有种种的烦恼 只不过是被虚荣的恶杂 麻醉我罢,容我梦游 让我们丧失了对佛法三宝善法的虔诚和信任 一切被欲望和愚痴左右 堕尽三途恶都毫不畏惧 哇,哎呀 贪心又怎样? 贪心落饿鬼道 想吃没得吃 是啊 你想要得不到,求不得苦 就是这样 你越想要你越没有 有什么想不想要 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 暂时放在你的 我真是敢说 我不是抽我发哥水 我没有子女 我将来的钱都是拿去捐 这是事实 这些东西是给谁 其实大家都是暂时存在 暂时拥有 暂时放在你的先 为什么你要多拿一些 用来装饰自己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们其实很笨 做这些东西 不知轻重 和一个笨人 是没有分别的 原来是贪这些虚名 好了 如何消除这些虚名心呢 现今社会 Facebook 骗个like都虚名 是不是 又奢华 你又看到很多人 名车名楼 名标 名人 名人 名人老公 名人女朋友 那么多虚名 甚至有些做到 连马桶都是禁 钱多到都没有用 还以这些来自居 又说我好熟的 那些东西 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个人无聊 很熟的名牌 还不是无聊 一来有钱 没有订用 二来有些人 把钱 买了些无谓东西 然后假装自己很有钱 其实就是自己很穷 很多这些人 我银包没钱 但是银包值两三万元 是不是傻啊 是的 他以为这样就是上流社会的人 实在太傻了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人知道 你看我多威 你不行 这些就是虚名心 以为赚了钱 就应该花光 因为如果钱不用的话 到死那天就没有享用过 就是白赚 但是这些人 其实如果在经济学来说 是叫做提前享受 他这些人是一世受苦 是一世受苦 因为他 当然如果你说他很有钱 有钱都没所谓 那些所谓的名牌 其实根本就是普通牌子 明白的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是冲炮艇的 那你白赚那些钱 你辛辛苦苦的钱 其实就帮这个名牌店打工 挺笨的 甚至他人因为这么自私 宁愿自己花光 都不会留给任何人 也肯定不会捐钱做善事 你自己能力 已经再傻再傻再买个新款 追新款 追新手机 追追什么都要 新什么都要贵 漂亮正 你根本都没有多余的东西 分给其他人 在那方面 布施就会少 你的功德就会少 你的福一定是薄的 是的 那 看看先 有两种人 在佛法的立场 还是环保的角度 都不应该鼓励 因为他们很浪费的 浪费就是所谓的虚荣 用完又扔 什么什么成成 浪费地球资源 赚到的钱 应该怎样呢 应折省就折省 应该花的时候 应该花的时候 应该花 是 佛法是中庸之道 他又没有说 叫你省光 他又没有叫你花光 最好就是 中中间间拿我平衡 这个就是 在入世来说 是的 有很多人 说其实都很虚荣 我有个朋友 整个Tesla 不是说Tesla特别虚荣 他在他的能力都做到那个位置 就已经是 挺好的 哈哈 前几天炒车 又多不开心 真是 哎 贪真痴多一物 贪真痴会多一点 留得或者歌都能唱 是吧 那怎么样 要破除这种虚荣的观念 你就要思考 你的快乐的全员在哪里 如果只是为了一时的满足 想威为别人看 其实有个网友说得很对 他说这个世界 除了你爸爸妈妈之外 没有人想看到你好的 这就未必还有阿爷阿嫲阿婆阿公 还有 对呀 去到这里了 跟着那些什么兄弟姐妹 其余那些是不是想看到你好的 不能够以偏概传 但是有人是不想看到你好的 甚至連父母阿爷阿嫲阿嫲 有些人都不想见到你好 可能你个人招职 他不想你这么招职 见到你好 你看你什么时候 真的 我见过有个外家见女婿一定是好 我见过有个外家见女婿 女婿很沙沉 拿着一大袋钱去派 这个真人真时见过 我妈经常听 你又知道我说谁 那个老人家就说 这个男人这样 我女婿就惨了 哈哈哈哈 不是说想看你坏 因为你的品格 你做的这种虚荣心 其实就不能令你走得长远 不要说他心通有什么修行 一个老人家说完那句话 几年之后 拿着承搭钱后派钱的男人生意失败 被人骗了钱 这个真人真事 听到当听不到 如果知道说谁算 要破除这些虚荣观念 你要想 这样做的快乐在哪里 他说如果只能一时满足 只能为人妒忌 那就是一种浪费的表现 你做完之后别人争你 那你显示这些霸气阔气 有何价值呢 就是做一些东西出来被人憎恨你 那如果赚的钱是 为社会谋福利 改善人的观念是善的 帮助人的品质 令生活更加安全安定 这些钱应该花 就得花 花下去就有意义 曾经见过一些人很有钱 也很懂得用钱 那他见到他们 家里其实很朴素 吃的用的穿的都很朴实 是吧 但是对公司的员工也很好 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好 但是他只是不花钱在自己的享乐方面 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自然才是最好 最朴素的生活 是最舒服的 所以一个教养有道德水平高的人 是不会有什么虚荣心的 因为他们明白到 人是不可以因为财富而迷失智慧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因为这些虚荣心迷失了自己 看到香港近期有宗案 你就知道了 都是会这样的 听一听 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虚荣心 那只眼睛就看到什么呢 有些人 看起来很有钱 有钱到无聊 都不知道怎么花 就浪费 所谓的买名牌 就是浪费的一种 当你的福报用得差不多 你的日子就凄凉了 我们现眼报也见很多单 就算有些佛教的上司 就是大师有很多徒弟 他都见到有些徒弟 根本是很喜欢炎耀的 那就是 跟你学佛而已 他有这样的心 学佛而已 他又不是真的觉悟 他就问 就是去问 就是去问 经常打电话 那些徒弟 你知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在米兰买衣服 那些服务员问我 你试的衣服要不要 我回答他们 这个不要 其他全局跟我打包 他说 哇 真不知很过瘾 他有些这样的弟子 那位大师 他买了回家 放在这里 那些衣服多到 没有位置挂的 天天就在这里说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是不是真的快乐 他说 这个大师 就看这位所谓的弟子 他在这里有交无虑 他说 我觉得你的精神似乎有问题 那些东西买完 又不是穿 又穿不完 天天就说自己很开心 其实你根本就空虚到一个极点 连痛苦和快乐都不懂分 买东西那一刻 你很过瘾 有一个虚荣感 有满足感 别人就有羡慕的眼光 看着你 你满足 你快乐 就是那一刻 跟你家里的物质是无关的 就是买那一刻 好了 我们对眼 常常看什么都想要 我们看完之后又想要 那怎样呢 有些人看到梵蒂江的教堂 很壮观 那条柱子很厉害 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放在庙子里就好了 善无归善无 你不可能将别人教堂的东西 带回来 是不是 你用眼睛看一看 你拍下他 以后你见庙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差不多的柱子 也可以这样 但是 善慕到要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身上 那这种善慕 就变成了妒忌和恨的 会发展成 是不是 你有这样的心态 譬如他女朋友很棒 如果做我的女儿就好了 他有这些东西 如果我有他那么有钱就好了 害了他 欺骗他的钱 因为虚荣心可以令人变坏 令自己有很多烦恼和痛苦 有些女人去买包买衣服 美容化妆 但是搞到自己很光鲜 家里的子女都不理 烂身烂细 那怎么样 就是想出到街 自己听到别人赞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但是家里根本是一塌糊涂 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就嫖到饮吹 完全又是不理家人的 一切大部分 那个来自眼睛看到的诱惑 那男人容易被眼睛所欺骗 那样 其实都是找一些虚的东西 荣辱 虚假的东西 你看到其实很多的电视广告 都说是欺骗一些小孩子和女人 看完之后 就说五光十色很漂亮 要买 那样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已经被电视洗脑 很多的广告 都是想你消费 正常来说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怎么克服呢 你想得到这些名誉 真真正正 因为其实很多人追追一下名牌 或者迷失了 追求到没什么好追求的时候 追求虚荣是一种痛苦 在现在是越演越烈 越演越烈 有一个很出名的玄妇女 叫郭美美 她就是玄妇搞到自己整个 把红十字会都搞坏了 为了虚荣 很多的玄妇 有人玄妇一对鞋 把鞋一排放出来 但你脚只有一对 是不是 医母间有几个人的身子 真的只有一个 酒喝不下那么多名贵的红酒 放到整个仓都是 只有摆字 还有人希望自己的名誉好 比如一些演员 明星 歌星 那样 想人赞 甚至做一些假的新闻出来 其实是帮别人欣赏自己的 虚荣和钱都有些关系 比如演员为了有好的明星 建立一个人设 明明是坏人 硬是要扮到自己 就是很正很正 总之非常之好 明明是自私自利 有些是扮了慈善人士 这些我又见不少 真是的 背后就做粗东西 排面就很粗东西 这些我见很多 大家有眼看的 这些人一方面很虚荣 另一方面就是赚钱 其实是坏人 假扮好人 其实里面是坏人 名誉赞誉 我们要在一个好的方面拿到 就是刚才所说的虚荣 被人赞你 我经常说 我佛禅的环节 都最多人赞的 那在做什么呢 端正的思想 利益他人的想法 全洋善法 就赞颂一些美好的业报 或者讽刺一些 就是说给大家听 这些恶报也不要做了 佛法呢 因为是世间最慈悲的善法 所以你修佛法 其实你说话方面好呢 也可以获得明星和赞誉 这一种是真正的快乐 真真正正的名誉赞誉 当然了 在佛法的角度 又不是叫你拿这些东西来威胁的 只不过告诉你 好过你在这里买一些无谓东西 对不对 你买个名牌 威胁的不是你 是个名牌公司 骗到你这个傻子 你这么辛苦 买这么多钱回来 其实我一向都不太懂那些名牌 原来那件T恤 要成11000元 是骗傻子 所以通过各种方法令自己快乐 其实你归因究底 想有一个好的明星和好的赞誉 但是你想想圆父 根本上别人都不喜欢你 那你做来做什么呢 如果你是行为端正 利他主义 那就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而且你的范围会去到很广 就不是说 懂得你的名牌就是名牌 不懂你的名牌 就像我小时候看到那些女人 揹着袋子 全部是同一个花 我说这只花 这些文 那两个英文字的袋子 每个妻子打麻将都有 是这样的妻子才揹的 在我眼中 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看的 我当时有个朋友 家里有一条街租租的 很有钱 怨父 回学校 我爷爷刚刚死得很厉害 完全是颠倒 他爷爷很有钱 然后他爷爷过身 好像很威风 真是令人害怕 我跟他完全相反 我每一天 那时候我很害怕我爷爷 什么时候离世 离开我 我很怕这件事 他不是想爷爷快点死 因为他爷爷一死 就说有很多钱 真的完全相反 他穿到周身 都是名牌 三副鞋 还要背同一个花 那些袋子 我就是私妻才背 那些袋子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型 我对这些人相当反感 然后那些去不去榮 穿得漂亮不漂亮 其实我又免得说 像一些什么佬 那些人 但问题是 原来钱 可以令到一个人的人性灭绝 你有钱 还是迟早有的 不用常常奏 阿爷死的 是吧 即是连基本的亲情都没有了 这个人去哪里 没有见很久了 死了都没有了 在我身边很多这样的坏人 我觉得他不好的人 其实很多都在我眼中 在我看到的时间 是早逝 我刚才想说英年 他也不算是英年 很多早逝 对人不好 说话坏 那些我见过23岁 老癌死的 我见过一个周围握钱 39岁就是撤死的 另外有一个生得不太好的 想帮帮他背后 周围握人坏话 又是二十多岁做手术 心脏手术 手术很成功 但是人就死了 其实不是跟你说笑的 这些是自己收回来的 刚才说 当你福气用尽的时候 无常就到来 你不知道 原来是人这么化学 这句话 很多人到死那天 就会在你脑中出来 原来是人这么化学 一生就是这样 然后就没了 唉 所以多些时间 你有这样的能力 都去做一些利益他人 做一些好的事 还在买卖 那些东西堆砌在身上 用来要别人去赞自己 其实是极度无谓 浪费自己人生的事 是的 我们要做一些 叫做 将人类的真善美的事 带出来 是的 你要去传扬他 那你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明星 和真正的赞誉 用佛法利益他人 按照佛法所要求的规则 心态去指导自己的行为 是的 那你的名誉 都会越来越好 是的 我其实都觉得是的 譬如 如果我一直以来 只是说八卦的新闻 我没有做佛禅这个环节 一来就不会有那么多听众 我知道有很多听众 因为听吴仔讲佛计 就来听我的台 也都因为佛禅的环节 你就会知道 吴仔的人 原来想法 都可以的 就不是那么八卦 八卦都是八的 八卦是我职业所需 但去到一个 讲道理的时间 大家洗滴心灵的时间 又需要去一个 叫做 清静一点的模式 在那些位置 那些事情 在这个世间也是有的 没办法 希望再开启这个节目出来 和大家 叫做 反省一下 人生 其实所说的 那些八卦 那些 错误的思想 每个人都会有的 希望在这里 看到这个题 有点兴趣 在反省的时间 自己都反省一下自己 可能我自己在做 我都一直在反省自己 所以有些人说 吴仔好像越来越好 有些人好像听得精准了 每天做 当然会比较熟 那些事情 都是 法布斯德智慧的功德 那大家都 要 循着这个方向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什么虚不虚荣 门派与门派之间之争 各样 要赢你 要威威 那些 没有的 不用的 一个人努力去做一些 对世界好一些的事 这些所谓的虚名 就一定会有的 但是 很多人有这些虚名 然后其实都是 算是什么 我也不想做 没什么所谓 譬如我那时候 去访问明哥 他说什么 他说言者无罪 文者触戒 他都没有说过人家赞他那些 他说被人说非以理那些 他说也没错 我自己提点自己 我不做坏事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名语很好 我一直都在说他很好 因为他真的做一些利他的事 他都没有想过去做一些名语 反而你看到很多明星 所谓想做明星 在那里扮演艺人 根本都没有做过一些 对社会有利他菩提心的事 全部都在位置 觉得型、威、勁 厉害了 他完全误会了明星这两个字 是什么事 最大的明星 刘德华、古天乐 张学友好 黎明好 郭富城好 谁不是做善事 做到真的 比我们一定多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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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倍 发财立品 不是发财 他就是去买品牌 如果拿这些东西来威胁的人 其实根本 心都不负贵得去哪里 做人最重要是心中富有 那些人都是很虚的 比较上是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个反省的时间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讲其他佛舰 拜拜